能走路我偏不走 我就跳 诶就是玩 有人要是天天跳着走路 那没被打就已经算好运了 可你是否知道 在动物界就有这么一个嚣张的存在 它们从来不好好走路 能不走路就不走 能不飞就不飞 不但没有被打 每天还活得好好的 它就是麻雀 鸟界最为奇葩的一个存在 不管是人还是鸟 生下来都是两只脚 双脚交替行走 几乎是刻在DNA里的本能 因为这样走路不仅速度快 还可以有效减轻双腿成熟的压力 可麻雀却把天生都会的技能 给直接扔掉 采用两只脚一起跳的奇葩方式赶路 走到哪里都是整条街最亮的仔 但你在嘲笑它们之前 或许还需要知道 它们之所以这么做背后的两个真相 行进来的观众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方便收看往期精彩内容 第一个真相 那就是麻雀特殊的生活习惯 虽然麻雀和其他鸟类一样 都长了一双翅膀 可以在空中让人类拉屎 但有一点却比较特殊 那就是麻雀似乎得了恐高症 能不飞就不飞 比起天空更愿意在陆地上活动 当然不是因为它们懒 而是麻雀的进食习性导致的 麻雀属于杂食性动物 吃的东西基本都在地上 因此它们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在陆地上觅食 但我们要知道的是 麻雀想要成功抢到食物 比你考试考的全班第一的难度还要大 因为它们不仅要费心思寻找食物 还要时刻提醒喵星人的攻击 躲过了喵星人 还有蛇星人 就算都躲过了 还有随处可见的熊孩子 不过麻雀也不是什么等闲之辈 在各种针对下去开发了自己的小宇宙 学会了一种快速起飞技能 那就是跳着走路 要知道 鸟类在起飞前 能否拥有足够的动力 看的不是翅膀 而是腿部的弹跳力 麻雀这种走路方式 便直接帮它们省略了 并拢双腿的步骤 况且平常跳着走路 还能够锻炼自己的腿部力量 第二个特殊原因 则是麻雀特殊的腿部结构 要知道不是所有的鸟类 都能模仿麻雀跳着走路 首先我们要知道 想要双足交替行走 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腿部肌肉必须十分发达 这样才能在进行重心转移时 确保双腿能够保持较好的支撑性 第二双足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也要尽可能的大 才能确保身体有足够的稳定性 可我们的麻雀 它们的腿实在是太细了 虽然放在人类世界 那就是维密超模的水平 但在动物界 腿可不是越细越好 腿部越细 肌肉就越不发达 单足的支撑性也就越差 要是它们也学着双足交替走路 就像醉鬼喝了酒一样 别说好好走路了 没给你打几套醉拳出来就不错了 其次 麻雀的爪子和其他鸟类相比 也属于超迷你级别的 虽然说这样的爪子 能帮助它们牢牢抓住电线 但因为双脚和地面的接触面积 实在太小 在地面上走路时 就像穿着20厘米的高跟鞋那样 一不小心就会扑该 除此之外 麻雀的颈骨和肤骨中间的关节 竟然是被固定住的 导致麻雀无法做出向前伸腿的动作 但却能够持续向后弯曲 弯曲时产生的冲击力 变成了麻雀跳跃的动力 总而言之 麻雀因为自身的身体结构 以及独特的生活习性 最终选择了一种最适合自己的 但也特别奇葩的行走方式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麻雀 都是跳着走路的 在极少数情况下 麻雀也会双足交替行走 只是走的姿势非常别扭罢了 另外别忘灭问 这不问 komun 这些干净了 因为我们知道 隔得担留 不认也 Luck 都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